花蓮在三號發生了七點二強震 讓新北捷運環狀線出現了軌道位移等受損 一度是全線停駛 而第一階段的板橋到新北產業園區 三號下午恢復雙向通行 而七號上午第二階段的中和道大平林 在交通局、捷運局和捷運公司的確認之後 十一點的時候恢復營運 新北市長侯又宜前往環狀線視察通車情況 在地震過後這幾天 相關單位歷經了檢修和會刊 確定系統功能正常 所有的安全項目都是有充分到位的 所以七號上午11點恢復營運 目前在環狀線的營運能是大約恢復了七成 希望可以降低通勤服的交通影響 至於第三階段的板橋到中和 會持續由專家、學者來檢視 等確定安全無余之後再恢復通車 而新北公車也會在服務一段時間 並進行檢討改進 並行動的村上 並行動可以進行檢視 可能會不會被營運 到職位地嗎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